一分钟学谈乌克莉莉 学谈乌克莉莉一分钟 大家好,我是吴老师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乌克莉莉的构造吧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琴头 琴头上面有旋钮 它可以调松,调紧 那旋钮上面绑着的这四根就叫做琴弦 接下来看到是弦枕 那上面这个叫做上弦枕 下面这个是下弦枕 琴镜,就是琴的脖子啦 琴镜上面有纸板 就是这块板 和瓶丝,就是这些金属线 那呢,就是琴的箱体 那这个地方叫做音口 琴的声音通过这个音口 把音笔分为三种尺寸 分别是21寸,23寸和26寸 我手上这把呢,就是23寸的五瓶 好,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啦 拜拜 那我真的可以 round到这 story 自己 pueden记得